本案因为发生的缘由有待厘清 所以为了维护民众的食品卫生安全 所以本局已经派员到制作场所进行机查 那如果机查的结果 可能为这个制衡当中所发生的话 将会令业者暂停贩卖该批号的产品 以维护民众的食品卫生安全 那依照食品联合卫生规范组则的规定 我们的食品业者应该要实施有效的一个防病煤措施 那避免发现有病煤或相关的一个出没的痕迹 那而且要落实环境定期的一个清销跟制成卫生的管理 那如果我们机查结果 有违反联合卫生规范组则规定 将会依法令限期改正 那借起如果未改正 可以处以6万元以上到2亿元以下的罚患 就是你们知道状况吗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们现在也在了解 对 所以也不知道说 环境其实看起来蛮OK的 让消费者比较那个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 如果怎么突然会有 就是跑出来的不论 所以今天整场都 我们可以提供目前这些消毒整个全部的 我们今天就在这些 都还没做好啊 有啊 蛮干净的 还没做好啊 因为这些都还没做 那对消费者会提出怎么样的补厂措施吗 或者是这一批的酱料包 它后续会怎么样来做处理吗 第一个时间点我们要求 就这一批我们已经要求 就先暂停的在工厂那边先暂停 然后一切等卫生局 给我们一个相关的指示 然后店家的部分 我们已经要求启动 内部它的整个清洁卫生 然后因为它的加盟业组 现在也还在外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求的处理流程 那对于消费者 我们在这里也跟消费者说真抱歉 也不好意思 对不起 造型来用三张的不舒服 然后相关的后续 我们一定会尽责任的 来要求相关该负责的人 一定要对这个事情来做 尽我们最大的单意 也再次跟媒体记者 还有消费者说真抱歉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是 所以会有一些 可能要严厌一些补偿的措施吗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交给卫生局 在做处理的 然后好像信息一直有一些要求 我们现在的单位我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这部分我就说是不是 大记者任务 政府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回答